意大利宗教自由与人权网媒韩东6月6日刊文 认为中共政权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 并呼吁世界必须将中共和14亿中国人民分开 文章指出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近日再次以全体中国人的名义 攻击台湾新总统 然而多数人在台湾独立问题上 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站在中共一边 必须防止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发生在台湾人民身上 除了维族藏族和盟族人民之外 中共也不能代表占多数的汉族人 因为中共自执政以来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选举 相反要求民主的天安门运动还遭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 有鉴于此 中共当局一直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的言辞是错误的 不仅具有欺骗性 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侮辱 就像一个藥族人的侮辱